作曲 初音乐 各位,我们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第二资堂的资深的演讲 我要隆重介绍的是书院中我们协会的复理寺寺 那玉舟老師其實是非常非常在獨一一屆 是幫助分身的人他有相當相當的經驗 如果在藥尾分身界不認識蘇月中 那你就不算是我們這一間熱湯 因為他實在是做了太多有趣的事情 而且一步一腳印非常的乍根 所以這個題目其實是我幫玉舟老師取的 我自己覺得取得非常好 可是福音建築的過去、現在、未來 藥尚老師的奇心之旅 我一直也覺得一個服務更深的一個服務主品 朋友的人可以活得那麼的開心、快樂、那麼的充滿愛的感覺 真的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也是我一直要學習的一個地方 那今天大概會有一個五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我們請玉舟老師幫我們介紹 在福音戒讀裡面 因為整個福音戒讀史就是玉舟的成長史 我可以這樣說 那他到底是怎麼經歷的 那在未來要怎麼樣繼續走下去 那我們歡迎玉舟老師 謝謝鄭旅 謝謝鄭旅 那各位夥伴大家好 因為這個我每次都有一個缺點就是 講義都準備很多 所以我等一下講會很快這樣子 讓大家多麼多包涵 那我是台北人 那我來到台南是有經緣際會的 所以我常常都跟監獄的收集人 他們都教我老師 我就這樣學生這樣子 我跟各位同學都會跟他們講說 你會不要小猜一句話 有可能你只要某一件事情發生 你整個人生就有很大的狀況 還是你要願意去有財心接受生命的安排 我舉例來說一下 我為什麼來台南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當兵在外東橋西軍中心 然後臉長就說 我們現在都是一無一的嘛 你只要 現在支援一點點不夠 我支援一軍官一千下去 馬上放第三天加 然後回家一天之後 我們在未來部隊呢 就是放完三天加 回來部隊再安一天 再放三天 然後放六天 然後以後呢 認真存天可以存一百萬 還有現在的答案 到沒有吃吧 我剛剛沒聽了 我就說 我要抱你 就一句話 他只是說 放六天加 我就為了這六天加 後面不然沒想到 立刻就抱 那後來就後悔 六天加上後悔 就這樣來台南 很有趣吧 如果當時沒有 在意這六天加 我既然訂這位海北 也不會吃大家 這樣 好 那我曾經做過 去軍官 把牌長叫我們 叫我們這樣 後來就 來到我跟陳凡器服務 然後第一份工作 還沒跳過 在我們上台之前 在明德解釋分間 我就開南山上去 專業的監禮監獄 然後我們處於 明德解釋裡面的 經教班 甚至你的社會方式 這樣子 好 那現在我是在醫院 主要我還不會是 平常營造 頒獎 做完整三間 不過還是長期 我再 這一段時間 很長期 我再跟一同和單位 合作 想到監獄裡面 或者在 來團體成員 建議團體房 我剛到這個領域工作的時候 遇到了一個困難 因為我是二十幾年前 開始做這件事 那這件事呢 在以前幾乎沒有這麼好的研討會 對然後書籍也沒有 然後也沒有人可以問 所以呢 辦不到中文的書籍 找不到社工夥伴可以去問 然後我有一天找到一個英文書 在搜尋我圖女子的地區 然後我看你講得很不錯 我就一直寄到現在 其他講什麼的話 我忘記了這一段 他意思就是說呢 每一件問題呢 就像一個藥物來面 就像一片聖靈 那這件聖靈裡面呢 每一個成因者 或者一個大事人 他都是一棵樹 那對於自己這棵樹 還有身邊的幾棵樹 都很熟悉 很了解 但是呢 他不一定看得到聖靈的全包 那我們作為住人者呢 可能沒有辦法 離他更認識他自己 可是我們可以藉著協助人 因為有些時候他也不清楚自己的樣貌 那我們藉著對話 會談的技巧 幫助他生命的故事拼湊起來 讓他有系統去了解他自己 可是我們更重要要看 這件聖靈的全包 因為他可能看不到 那這件聖靈的全包非常的多 好比說 我這邊列了 我這是我自己工作幾年下來 我認為這一些就是 這件聖靈的重要意義 我想他為什麼會成立 他中間經歷什麼樣的可能 他為什麼會復發 比方說他明明有心情要改變 比方說你在監獄遇到他 他說不定跟會談第一次 第二次都沒關係 結果到第三次 他挖心脫肺 談了很多過去的事情 說不定能哭掉到半個月子 然後他後來就看到他監獄不斷執著 等到出獄 現在為什麼半年之前有可能在復發 這都是我們需要去理解的 但我常常這樣說 就覺得復發可能是 他在改變能力層中 他可能只是一個小步驟 最近有一個朋友他借了 安倍大便 兩年多快三年 然後他在一個不小心的前進下 滑腳復發 也不算復發 小滑腳 就累死 失誤一次這樣子 然後呢 他就跟我聊起這件事 他覺得他應該要跟我 類似什麼 告解吧 然後我就 他問我的想法怎麼樣 他說他自己不覺得這個要求算 他說他比如說現在已經 800天了假設這樣 已經經歷800天 他說他不應該再重新開始算 我說對 你的想法好像很健康 因為有可能就像爬山一樣 有上坡 一直在生長 然後中間有下坡 但是你還有下一步在上坡 那這樣整個趨勢呢 你其實是一直在往前 那最重要是不要因為滑腳 或復發 或失誤 你就停下這個往前的角度 你要讓自己知道 這是一次經歷 讓我再一次經歷 學到了 哪些事情 又是我的小罩門 所以復發這個地層 一定要了解 然後呢 像地層層次 如果他在對住人有興趣的話 靈性的提升絕對會很大 幫助 各種理論 跟承諭有關的 像我到底把他當病人還是犯人 道德模式 集體模式 還是不想學習模式 那我們台灣現在是把他當 病人還是犯人 我們以法律來看 學校的規模式條例 他畢竟既不是當病人 只當犯人 但是他當病人犯 我就 道德跟集體模式 折動 那這就影響到我們的政策 像等一下我給你介紹一下 柳西蘭 他的機構為什麼這麼好 經費為什麼這麼多 因為他們會用疾病模式去看 如果台灣未來產相疾病 我們像現在在討論書 最麻煙的話 就是要用疾病模式去走 那以後的經費 會逐漸的增加 比例185的模式呢 可以得到的經費就越少 因為認為那是犯罪 犯罪就把他關起來 那每一個介入者都有同一個故事 他們的被壓迫 武器小到危機處理 怎麼處理 然後AA的歷史 這時候都要去了解 尤其是 這是他創犯人 略有深刻 包括是不是 他們到底是 為什麼創犯AA 有什麼的成功 這一定要去了解 協助他們打造 他聯絲的情境 對國外外介入資源的 瞭解 新收新攻擊事務才好 他最後能幫助他持人 做效能提升 那我在答兵的時候 因為做 智越地嘛 那時候有 也有這個 10 30天會搖架 非常多 那我每個禮拜 就前半天 跑去 少女報告所做資工 在那一段期間 開始 比較長 跟正常進來的做 那跟團機的 答兵 初代是 諸葛江牧師在台南 他就邀請我 說 願不願去成人街裡開一開 說 後來 那我去到成人街裡 就發現 成人街裡跟 超人公主的談戀 裡面大部分的問題 都是物語 現在大約少女公主 裡面很多的物語 解不到什麼 那現在 當時成人街裡 跟現在是差不多 幾乎都是物語 問題拘播 那我在少女公主 講的一些故事 像我小時候的一些 很有趣的感人 感人的故事等等 小合格的把我當偶像 然後大合格的這樣子 然後我在成人街裡 講類似的故事 就被嘲笑了 對 裡面有些人就想說 欸老師 你今晚被小櫃下去 很大會喔 一直都說 然後呢 就有人講說 欸老師 你那小時候的故事 在我來看就像 酸子不油 很像尿又泡尿的時間 我的問題 比你複雜 去百倍 那你那些小問題 怎麼來 你幫助到我們 那還是呢 雖然是有這樣子 遇到有過流水狀況 所以我還是去到這個地方 然後在你的分件工作 所以我幫你 重複指甲 有這樣的小巷 我們現在去檢討 那這是我很漂亮的 一些分件 我就叫天下體存 如果你有去參觀過一次 就覺得 欸台灣所有的監獄 假設都很這樣 該過好 欸 剛沒有去真正參觀過 的話你光看到 我心裡想說 假設你到過多次來想 怎麼可以 你服刑來住這麼好的地方 那有時候我沒有參觀過 都要講話 如果你有帶來參觀 也要提醒他 不要跟受刑人講說 你們住在這邊非常好 欸 而且呢在監獄 不要說犯人的名字 對不對 所以正常的稱呼 是受刑人 對不對 這是合理的正確名字 可是我想我們親近 比較親近 我們會說 多個伙伴大家 多個同學 欸 這樣方式也不錯 那 有一個人就跟他講說 他是從美國 我過來附一堆 然後你跟學長 同學在這邊住非常好 這環境真的非常好 太感恩了 然後呢 這個學生就面無表情 後來那個人走掉之後 這學生就把人講 欸 剛剛老師剛剛教錯啊 剛剛那老師 你等一下 叫他來這邊住三年 不要回家 呵呵呵呵 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些話 所以是很特別的環境 那 在這個呢 我們 我去的時候 真的是滿強樂趣 雖然是信守 可是呢 沒有經驗 但我總覺得我可以做些什麼 但是 都水源多很多 然後有人說 老師你有沒有吃過毒瓶 我說沒有 他說那你有沒有被關過 我說沒有 他說 你說我吃了一碗 我怪你鬼 那才我吃到什麼 那我心裡就想說 難道治療糖尿病的意思 需要能夠糖尿病嗎 為什麼我們做戒毒 就一定要吃過毒 被關過了 不過後來 發現他們講的是有老爺 我等一下最後再解釋一下 他說 我們吃西瓜 有西瓜 有西瓜 那我說一定有第三條路 他說這邊有第三條路 我說第三條路 叫戒毒成功 他說 老師你隨便跳 還是跳什麼 衝你一半 可以 第三條路 不然再建議到老實 那他們說 十個出於七個回合 另外三個一定在後面 第二個是時候 就是學校第三個 用藥過兩次 那我仔細去研究 我相信 絕對不可能是這樣子 但是 實際上 在監獄裡面 確實股點 佔最多數 不管是犯罪 罪理 再接人數 都是第一 那後來 83年成立的第一批 又是位 兵得健身健學 我去工作的時候 85年3月 然後我就發現 我45人家 四位家 那這一批是精挑細選 他們都找我家庭支持 好 學利好 甚至還有 大學畢業的學生 然後也有什麼 眼鏡貨卡的貨牌 那他的畢業學生 他不只是學生 他也是國中的老師 所以他是挑 入獄次數少年輕 家庭支持 學歷高 這60位學生 那我說 85年去四十五位家 是我還有追蹤 我跟當時的護師 一位周牧師 周牧師 周牧師 還有一位陳提去傳道 我三個就是整天三角 就在山上 好那我們去追蹤 我發現 竟然四十五位家 是全軍復活 復發率百分之百 那有的人 少數人是變販毒 再少數的人就是死亡 這是真的 結果竟然跟他們講的一模一樣 好 然後接著我就剩下四五位 那會再補欺的人 我就想既然我來了 這個地方就會不一樣 其實就這樣想 然後就經過了一點多的努力 這十五位回家 後續追蹤 這十五位成功率 竟然跟我想的不一樣 他也是0 我也是0 平之百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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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百 那我這就得到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呢 不是他們講的那個時候 四個已經成這樣 我的結論是 這個地方有我跟沒有我 是沒有人一樣 完全沒有差 我在那邊有的人生 跟那邊有的人生 所以我就想盡辦法說 這絕對我可以再帶來 因為我推掉了不好 有很多機會來這裡 然後呢 我就想說我會很難 然後我也很難 等他做完換工作 我就自己私下進去進行 那有一天呢 進到起次 我都會帶康底 那時候還會談其他 還好 後來就會談 然後進到起次 一走進去園學的時候 馬開老師 我每個禮拜 我最期待的一刻 就是晚上 你會到我們這個起次 帶康底的這個 我那天第二次很感動 想說 如果有八十個學生 有一個 聽進去 那表示我做的事是對的 這件事是有價值的 那第二個結論就是 如果也只有一個基地局 表示我的策略絕對不夠好 我的知識絕對不夠 欸 那後來我想這個工作可以做 我就會去拿 一定是要死掉 然後 那立體表要死掉 然後心想 一定我的知識還不夠 要想辦法這樣 好 做得不夠 holes 就是 想說 你 然後 伽裥 好像 一個 詐欺 可以 不髒